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啥不一样 都一样 都是嚼字我录的 但是这个应该不会关注到周围的一些人啊的反应 我现在也不会关注周围人的反应啊 因为都没有人 但是这好像跟重庆的这个豆花也不太一样 重庆的白豆花然后蘸酱吃 这应该是对 咸的 就这个是甜的吧 我觉得 重庆的那个更重的味道 嗯 更适合就是看每个人自己的口味吧 嗯 可能对于 就是对于 火锅 就是怕辣的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成都的会 适合一些 但是喜欢那种重口的或者是对火锅深度爱好者 可能重庆火锅就比较对味 就因人而异吧 都是好吃的 诶 怎么今天没有啊 有啊 这点小料 有很多菜 真的 没有啊 没有这个 不是 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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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发酱 这个 这个 蛇耳根 这个 不是啊 这个吃什么 蛇耳根的叶子 其实根茎跟叶子都挺好吃的 爽口 凉拌子耳根 这个鱼真的超软的 不是吗 嗯 鱼肉的研究我觉得真的是 很厉害 你知道兔子其实很难做了 嗯 因为兔子 它的肉啊做不好就会很 很柴 然后这种呢 就会很习惯 嗯 成都做这个做的真的是挺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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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辣 嗯 因为我太久没有吃辣了 哇 也太辣了吧 嗯 冰粉 冰粉 冰粉也好好吃 我觉得成功的冰粉也很好吃 这每一家都很好吃 是 穿鱼这边就是冰粉 凉虾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吃 冰粉凉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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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毛鞋 五毛鞋 五毛鞋要碗 好感动 啊 太感动了 辣的我 眼泪 横飞 我们最可爱的兔兔 最可爱的兔兔 辣死了 好感动 你觉得我来过很多次了 是 小时候来过很多次 去过那个四川大剧院吗 以前没去过 但是以前有去过天府广场 然后有在 有在天府广场看到过 呃 天府广场 对面那个叫什么 四川科技 科技馆 嗯 科技院 科技馆 看到过 四川大剧院和四川 四川大剧院 这拉到我舌头 已经不想 四川大剧院和四川科技馆 但是呢 就 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 会 在 四川大剧院 然后演化去 所以 还挺 挺神奇的 会做梦一样 其实我还挺喜欢在街上走的 为什么 就很喜欢 就很喜欢 喜欢散步 我觉得是 可能跟 蚂蚁这边的人 对生活的那种 享受生活吧 我觉得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就是散步 以前在家也是吃完饭 爸妈就会 一起散步 然后就跟他们一起散散步啊 在江边什么的 所以就觉得 好像是一种很 很生活的东西 就好像吃完饭就要去散散步 然后在街上走一走 然后空气也湿湿的 然后 一年四季都是 绿色的树 然后非常的 茂盛 就是 一切都很自然 自然的发生 都非常的日常 我觉得大家都很 很悠闲 嗯 还挺舒服的 其实 昨天天台的 风 你是不是很好吃啊 嗯 那个天台挺不错的 可惜在最后一天才发现 哈哈 长沙 长沙 小龙虾 哈哈哈哈 长沙的小龙虾 可是真的是 一绝 小龙虾 小龙虾 小龙虾